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正在逼近佛罗里达州的五级巨风米尔顿 这场强大的自然灾害不仅让当地居民紧张不安 甚至迫使美国总统拜登推迟原定的外访行程 专心应对即将来临的挑战 随着飓风的接近,佛州的天空阴云密布 狂风呼啸,街道上人潮汹涌,居民们纷纷撤离 商店里的货架瞬间被扫空 人们在备战风暴的同时,也展现出惊人的团结与互助 社区的凝聚力成为了大家渡过难关的重要依靠 在此背景下,拜登的决定不仅是对人民安全的重视 也是对飓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的高度关注 他呼吁所有在危险区域的居民立即撤离 并敦促航空公司不要趁机涨价 这展现了他对民众的责任感 如今,随着风暴的临近 佛州的居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他们在恐惧中寻找希望 展现出人类在逆境中的不屈精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佛罗里达州的天空中 乌云密布,狂风呼啸 飓风密尔顿以其强大的力量再次增强 成为了五级飓,正以不可阻挡的姿态逼近佛州的西岸 这场自然灾害的威力让人不寒而栗 许多居民在这场风暴来临之前 纷纷选择撤离,确保自己的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也对此表示高度关注 呼吁居民们尽快离开危险区域 并警告这可能是佛州百年来最严重的天灾之一 在过去的几周里 佛州的居民们经历了不安的日子 随着飓风的逼近,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商店的货架上,水瓶、罐头食品和急救用品被抢购一空 许多人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最后的准备 街道上,汽车排起了长队 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离开这个即将被狂风暴雨吞噬的地方 在坦帕市,一位名叫玛丽的年轻母亲 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早早地收拾好行李 准备前往亲戚家避难 她的脸上写满了焦虑 尽管她尽量保持镇定 但孩子们的哭闹和对未知的恐惧让她感到无比疲惫 她告诉记者 我只希望能安全度过这场风暴 孩子们太小了 我不想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 佛州的应急管理部门也在全力以赴 提前做好了应对飓风的准备 救援队伍被迅速部署到各个可能受灾的地区 确保在风暴过后能够及时提供帮助 许多避难所也在紧急开放 提供给那些无处可去的居民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飓风密尔顿的强度 让人不禁想起了过去那些令人心碎的自然灾害 2017年的飓风哈维和2018年的飓风迈克尔 都曾给佛州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许多家庭在风暴中失去了家园 重建的过程漫长而艰辛 如今面对密尔顿的来袭 佛州的居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 但他们也展现出了无比的坚韧与勇气 人们在撤离的过程中选择与邻居朋友结伴而行 互相照应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社区的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一位老奶奶所言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随着飓风的逼近 气象部门不断更新风暴的动态 风速不断攀升 海浪也在逐渐增高 佛州的海岸线 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做好了准备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自己的撤离经历 互相鼓励 传递着希望与力量 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 尽管人们感到无助 但他们也在努力寻找着生存的希望 飓风密尔顿的来袭 提醒着每一个人面对自然的力量 我们必须保持敬畏之心 同时也要学会团结与互助 无论风暴多么猛烈 爱与希望的力量将永远照亮前行的道路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的外交行程 也被飓风密尔顿搅乱 原定于周三晚间抵达德国首都柏林的访问计划 被迫推迟 这一决定不仅是出于对佛罗里达州民众的安全考虑 也体现了白宫对飓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的高度重视 在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 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危显得尤为重要 在飓风来临之前 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们如临大敌 他们在超市里抢购食物和水 商店的货架上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许多人还在为可能的停电做好准备 购买手电筒和备用电池 街道上大家都在讨论着飓风的消息 互相提醒注意安全 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威力 也让人意识到团结和互助的重要性 拜登的外交形成本是为了加强与德国的合作关系 尤其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 原定于周四上午 拜登将在德国总统府接受德国总统斯泰伊麦尔的军事礼遇 双方还计划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 然而飓风的到来让这一切都变得不确定 在这样的时刻 拜登的决定不仅是对自然灾害的应对 更是对国家责任的体现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必须把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 这番话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担当 也让人们感受到政府在危机时刻的关怀 飓风米尔顿的影响不仅限于佛罗里达州 它的强风和暴雨可能会波及到周边地区 甚至影响到整个东海岸的天气 气象专家们不断更新着飓风的路径 和强度提醒民众保持警惕 与此同时 拜登的外交团队也在紧急调整形成 确保在飓风过后 能够尽快恢复与德国和安哥拉的交流 在这场自然灾害面前 国家的领导者和普通民众都在共同面对挑战 无论是总统的外交计划 还是佛罗里达州居民的日常生活 都在飓风的阴影下发生着变化 人们在风雨来临之前团结一致 互相帮助展现出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随着米尔顿的逼近 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们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面对自然的威胁 他们在恐惧中寻找希望 在绝望中团结一致 无论未来如何 大家都在为彼此的安全而努力 展现出人类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无论风暴多么猛烈 团结与希望永远不会消失 佛罗里达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广泛关注和紧急应对措施 这场飓风以强烈的破坏力逼近佛州 迫使政府和居民采取一系列预防和疏散措施 从而对当地生活和政治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飓风密尔顿被七项部门评定为五级飓风 这是飓风强度的最高级别 意味着其具有极强的破坏力 飓风的风速和降雨量可以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基础设施破坏和人员伤亡 对于佛罗里达州来说 飓风并不是罕见现象 但密尔顿的强度和路径引发了特别的关注 据气象预报 飓风将在佛州的西海岸登陆 影响范围可能波及整个东海岸 在飓风来临之际 佛罗里达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启动了紧急应对机制 美国总统拜登高度重视这一自然灾害 决定推迟原定的国际访问 以集中精力应对飓风的威胁 他敦促居住在疏散区域的居民 迅速撤离以确保生命安全 同时拜登强调 航空公司因为疏散人员提供便利 避免在危机时刻出现价格欺诈的现象 佛州的应急管理部门和救援队伍 被部署到可能受灾的地区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许多避难所也在紧急开放 容纳那些无处可去的居民 社区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到 帮助老弱病残者撤离的工作中 体现了在危机时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和社区凝聚力 飓风的影响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 也对政治活动产生了影响 拜登推迟访问德国和安格拉的决定 表明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 国家领导人的职责 首先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这一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德国总理舒尔茨对此表示认同 并期待在适当的时候 重新安排访问事宜 在佛州 飓风前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居民纷纷抢购食物 水和急救用品 以应对可能的停电和物资短缺情况 这样的场景 在飓风前夕频繁出现 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警惕和应对能力 飓风密尔顿的逼近是一场对自然力量的提醒 也是一场对人类脆弱性的考验 然而 在风暴的阴影下 人们展现出的团结和互助精神 成为了抵御灾害的最佳武器 无论是政府的紧急响应 还是民众自发的互助行动 都在表明 面对自然灾害 虽然无可避免 但通过团结和科学的应对措施 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保护生命 总体来说 飓风密尔顿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 更是一场对社会动员能力 和人性光辉的考验 在未来 随着飓风的消散和灾后重建的展开 佛罗里达州将再次展示其韧性和重生的能力 而这样的经历 也将为其他可能面对类似灾害的地区 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面对飓风密尔顿的威胁 佛罗里达州居民的撤离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从历史上已经看到 飓风对沿岸地区的破坏是不可小觑的 例如2005年的卡特里纳飓风就导致了1800多人丧生和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考虑生命安全是明智的选择 楚天书虽然撤离是保障安全的重要措施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有些居民可能无处可去或者经济条件不允许长时间离开家园 政府应该提供更多免费的避难所和交通工具 确保每个人都能安全撤离 而不是单靠居民自己来解决问题 谢琪琪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和社区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 拜登总统推迟外访 专注国内事务 强调航空公司因为疏散人员提供便利 这显示了政府的关注和责任感 此外社区的团结和邻里互助 在这种时刻展现了人类的美好一面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资源的不足 然而 飓风来袭前的市场抢购和资源短缺 也显示了我们在应对灾害时的准备不足 即使总统推迟外访显示了重视 但这并不能迅速改变基层的状况 在马修飓风后 许多承诺的灾后重建资金迟迟不到位 这次我们必须确保不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 我认为当前的重点 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 虽然之前的灾后重建有不足之处 但这次的应急措施比过去更加强化 七项部门和政府机构都在密切关注飓风路径 并且及时发布预警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相信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 我同意减少人员伤亡 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但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不能只是依赖灾害来临时的临时措施 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害应对机制的完善 才是从根本上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解决方案 而这次飓风也再次提醒我们 政策的落实和资源的调配必须赶上应对自然灾害的步伐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